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偷偷地去電影院看了《地球最後的夜晚》 我覺得還挺喜歡的 我覺得與其說去討論看沒看懂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有沒有感受到 就是感受到那一種 他們之間的那種感情也好 還有我其實比較喜歡看這種人與人之間相處 人與人之間的這種很多的細節 其實電影裡很多的細節我比較喜歡 所以我一直以來都比較喜歡看文藝片 其實我自己平時在拍東西的時候 我就喜歡比較長的一些鏡頭 不太喜歡是剪得特別碎的 因為長鏡頭能夠觀察到很多人物的表情 或者說當下的那一刻 就好像是你真實的跟隨著 真實的發生著 我覺得有合適的角色 有合適的角色 有合適的手 原則就是所有的東西 我必須先看過才能出去 我覺得其實很多的時候 都還是來源於自己的一種堅持 自己的審美 那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個是所有的作品要出去之前 一定要先過了自己這一關 然後還有一個其實就是 也需要多跟一些優秀的製作人 導演去交流 因為也不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 一定要去有一個磨合 有一個大家的一個這樣的想法 碰撞在一起 我覺得才會有好的東西出來 其實我第一次見到成龍大哥 是我們在錄音棚的時候 一塊錄的我們的 一起敲出來這首歌曲 然後一起拍攝了MV 跟大哥一起錄歌 大哥是剛剛從片場工作完 然後緊接著就來錄歌 可以看出來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而且特別的敬業 就是整個錄音的過程中 都非常的細緻 我覺得成龍大哥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他對待身邊的工作人員 還有一些當時跟我們一起配合的演員 他對待每一個工作人員都非常的貼心 非常的細緻 照顧大家非常的周到 弱點 你們都很喜歡問這樣的問題 一定要跟你說一個是不是 每次問到這樣的問題我就在 我就在想 我想一想應該是 會賴床 他們其實我覺得 做什麼我都可以接受 就是他們跟隨自己的內心 開心就好 開心就好 比方說 能夠更加注意安全一些吧 我覺得在一些場合啊 希望他們能夠注意安全一點 維護好秩序這樣 謝謝謝謝 辛苦了